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安全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些硬件软件 还有数据不要被破坏 也不要被泄露 那么通过这东西呢 我们看到它会有入侵 是吧 我们入侵就是要什么 破坏你的数据 要更改你的数据 是吧 泄露你的数据 那么主要目标是保护计算机资源 免受毁坏 替换 盗窃和丢失 这些计算机资源包括计算机设备 存储介质 软件和计算机 输出材料 这些东西要保护起来 那么计算机这个方面的安全问题呢 也有针对CPU集成的有一个陷阱指令 病毒指令 并是有激活和无限接受指令 这个CPU里面啊 因为这个CPU 为什么我们要国内制造的话呢 因为就是怀疑啊 这个芯片里有后门 对于有后门 有病毒指令 你说CPU里面 就那些那么多脚匠吧 那些芯片 它有 它可以 它是指令做好的 对吧 方里面的 它里面有心灵指令和病毒 是吧 它有激活和无限接受指令 所以在这个CPU里面呢 它是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国家三零五身说 我们要装造自己的CPU 因为CPU里面可以植入心灵指令 病毒 还有激活 还有无限接受指令 所以你用到别的CPU的话呢 你就存在这种隐患 是吧 还有显示器 键弹 把音机的电池辐射 会把电脑信号换到一公里外 还有显卡 生卡的指令集里面 集成病毒程序 超成电脑系统被遥控 另外 将带有自毁程序的芯片 植入装备系统被遥控 或者将装有物码 或者是逻辑扎程序 预先置入集成病毒 电源泄密 这个电源泄密通过四电的电线 把电脑产生的电池信号 连电线传出去 利用特殊设备 可以从电源线上可以把信号截取下来还原 密间的这个泄密 也涉及到输入许多设计 比如这个设计 将信息通过这个电源线能够泄露出去 现在这个电力公司它不是也有那个网络吗 它怎么通过那个输电的那个电源线 它怎么也能够接入网络 接入呼应网 是吧 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们也是同的 包括我们现在那个有线电视 它也可以上网 是吧 这都可以通过这个 或者有些线染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这个 尝试数据 是吧 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计算机安全 违法犯罪行为及攻击手段 最早第一个就是那个窃屏 窃屏呢 是计算机 像周围的空间辅射电这些可以被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计算机啊 像很多计算机它有 它那个周围是那种封闭式的 它用封闭式的 这个我们一般计算机 所以你就是敞开式的 是吧 但是很多单本计算机啊 它一个是外面它是 一个是要防护一下 很可能你的信号 在周围这个区域 容易被那个 是吧 有一些不法分子 是吧 才确定的话 能够切掉你的这个信息 它首先呢 是在外围进行一个目的 好 那么计算机 像这个周围发生的这个电子波呢 可以 从原下是可以被接受的 解释以后呢 能够将信息复现 搭线切齐呢 是另外一种切齐计算机信息和手段 特别对于跨国计算机网络 很难控制 第二种是什么 月圈存取 计算机的这个机密数据呢 被他人月圈存取了 有个概念 叫做计算机浴 我们在云计算里面 还有这种各种信息安全 计算机网络里面 都有一个叫浴 浴安全 每个浴里面的这个管理员 会分每个浴的这个安全权限 比如说你有存取的权限 是吧 你最高权限 你的就是读和取 你的只能只读 那个能修改 你能只看到一部分 另外一个你看不到 以前我们是用IP地址 可以封闭是吧 你的IP就不能够这个防御 有的时候为了方便是吧 你不可能领导老叫一个专门是吧 所以IP容易变 有时候跑管理 有可能就利用一些 又没有口律是吧 有可能利用一些硬件产品 进行防御 但是这东西呢 容易被什么 容易被这个 有预谋的去窃取 当做领导去修改是吧 去窃取 这种事情叫预权存取 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 被修改以后 被篡改以后 使你这些东西呢 就发生了这个危险的变化 你看这个各种 各种机密数据 如果被它篡改以后 那就很可怕了是吧 好 第三个是黑客 它是采取非法手段 躲过计算机网络的存取控制 得以进入计算机网络的人 称为这个黑客 黑客一般就是 它是掌握了这个计算机的漏洞 是吧 利用计算机的漏洞 比方说缓冲机技术 比方说你程序系统本身 就有各种各样的逻辑错误 或者你对口令的管理不严格 通过这种手段来能够对它进行这个存取 第四个就是计算机病毒 这个计算机病毒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后面要强继讲 第五个是有害的信息 这个有害信息是 是危害国家安全内容的信息 和危害社会 自然次序内容的信息 有害信息的来源 基本上来自境外 一部分都是通过这个 Internet进入国内 还有计算机游戏 计算机游戏里面 也是有个危害信息 因为计算机现在游戏里面 都有很多广告 它会链接到一些地方 会给你弹出信息 还有教学工具等各种软件 你去多媒产品中间 都会流入国内 这种软件的话 都会带有什么有害信息 是吧 它比方说给你一个计算机软件 一个教学工具软件 是吧 但是它顺便打包一些 有害的一些网站 告诉你 甚至的 告诉你一些有害信息 传播 打包过来 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Internet的网 带来新的安全问题 计算机系统的安全需求 大家说说看 那什么叫做保密 保密主要是什么方面 有研究加密的 有研究解密的 有研究解密的 是吧 如果研究是一个很快的解密 研发 它也很明显 是吧 所以这个保密的是 安全性的首要 第二点是安全性 计算机的安全性 是一个通路问题 因为它肯定安全 比方说我们银行密码 不能被泄露 是吧 用户名和银行密码 还有我们传输空间 这个要有安全性 好 第三个是这个完整性 你的传输要完整 第四个就是一个服务的可用性 那我们既然安全 你这个系统的话 这个服务的可用性 你知道这个网银啊 网络银行啊 它这个网站 它是不停的遭到什么 外面的攻击的 如果攻击的话 你不能够被攻击完以后 就中断了是吧 那么你首先会有什么 我们首先会在这里 放置一个什么 就是防火墙 防范 就是银行在这边 尾部银行在这边 这边 这个防火墙就是防范 外面的进攻 好 然后呢 防火墙以后呢 这个穿过的防火墙 它这里面有什么 IPS 这也有很多 麦克菲制作 什么 有些ID网件 是吧 它做什么 做入行检测 这个是一个IPS 的一个服务管理器 这个服务管理器 不是一台小型机 这是一台大的一个 呼吸机群 这个呼吸机群 专门就是 对入行检测进行使用 它有一个自制服务器 这个任制服务器 这个任制服务器的话 每秒的很大量的人 是吧 日子是实时的 日子它是实时的 就是说 你任何的这个访问 它就要进行这个存储 是吧 因为它不知道哪个地址 它读日子 来看哪个地址 过来的访问量 如果是黑客的话 它一定访问量特别多 是吧 成千三万的这种地址访问 是吧 好 还是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变质检查 这个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它也是个难点 为什么呢 这个信息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合法 好 这个在我们在这个 计算机信息里面 可信路径 这个可信路径也是很重要的 你是不是通过可信路径 进来的 我们说很多计算机的这些 网络路径啊 它并不是可信路径的 它有时候被什么 被创感 捞到 旁路了 所以的话呢 你建立一个可信路径的话 是安全的 你如果脱离的话 的话呢 就不安全了 所以呢 数据变得没有有效 还有不合法 好 那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有效性和合法性 我们用了一个什么 叫数字签名 是这样 我是用那个 加网编的一个 加网有个 复客户端 叫RCP程序嘛 RCP复客户 打包以后 它要求你数字签名 它数字签名以后 它有一个打包工具 用签名工具 签名工具一旦设置以后 你就把那个名字签进去了 签进去以后呢 你安装的时候呢 那个加网提示 加网那个复客户端提示你 这是一个不认识的签名 问你要不要下载 你自己做实验的时候 都可以下载 下载完以后 在你的计算机上面 一个冷气方式 可以运行 加网那个微博 如果应用 就可以直接运行 好 这就是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它的目的就是 为什么 你在加网提示 它认可签名它的用 我们一般编的 加网应用程序里面 都要签名的 你不签名 你根本就 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必须要签名 你把它签到你的 应用程序里面以后呢 然后你到另外的 别的计算机里面 网络里面 去投到服务器里面 是吧 别人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一安装到你的本地 它就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没有签名的程序 是吧 我们恒不成就这样子 你变成就这样子 因为你签的名 肯定在 在那个加网这个库里面 肯定是没有签名的 是吧 你没租车嘛 你没交钱嘛 是吧 你也没商用嘛 这个时候呢 它就问你 你要不要接受这个风险 是吧 如果要接受风险 你就可以下一下 你运行 是吧 它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合法性的 是不是合法了 是不是有效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信息留的保护 这个信息留的保护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计算机系统的话 信息留的 我们希望它这个要保护去 就是在传织过程中间 不要被窃听啊 不要被盘顾啊 好 好